全油管最快新闻,江西某县初中语文老师李婷面临着与教学无关的活动和比赛的困扰。 她参加活动、调课,却发现这些副县任务并没有对主线任务及教学产生帮助。 李婷试图拒绝,但却没人理会。 这个困境不仅仅是李婷一个人的问题,还有其他许多教师同样面临。 压力和工作效率成为他们的共同困扰。 这种情况令人担忧,也需要我们对教师工作环境进行关注和改善,让他们能够专注于主线任务、教学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